弟兄姐妹平安 前阵子我有个朋友他在美国他跟我分享说 他去卖场买东西买一些日用品 本来卫生纸没有在他的清单上面的 但是当他到了卖场 发现大家都在抢购卫生纸的时候 他就不由自主也买了卫生纸 到他回家的时候他都觉得还是很莫名其妙 可是他说在那个氛围当中 你如果不跟着买卫生纸 其实心里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慌 我们看到肺炎的疫情造成全球性的一个紧张跟焦虑 但是感谢主基督徒有平安 平安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跟恩典 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夜 报喜训的天使说这是大喜的信息 我们也称这一天晚上是平安夜 天使天君就在那边赞美歌颂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耶稣往来是要将平安带给他所喜悦的人 耶稣往来是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饭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快要到了 他知道门徒们会害怕 所以就特别告诉他们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主耶稣知道门徒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特别交代他们说 他已经把平安留下来了 最后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 门徒聚在一起 因为害怕犹太人的关系 他们把门紧紧的关起来 这个时候耶稣来了 站在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愿你们平安 这个平安是战胜死亡的平安 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耶稣他降生 耶稣他离世 耶稣他复活 都把平安这个应许 实实在在的赏赐给我们 耶稣说他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 世人的平安提到的可能是 平安无事 觉得风平浪静是平安 觉得无灾无难 或者是无病无痛是平安 但是如果你的平安是倚靠这些 外在的环境没有事情发生 你才觉得平安的话 这样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 会碰到各样的状况 我们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所以不能倚靠这些外在的条件 让我们觉得平安 但是神的平安不一样 神的平安是在基督里的平安 是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平安 这一份平安让我们是从心里面有力量 有稳妥 有盼望 生命纪33章25节说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生活中充满了挑战 但是神的话说 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今天不管是晴天是雨天 甚至是狂风暴雨的台风天 神都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 帮助我们去面对今天这一天当中 你将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即便是风暴 即便是低谷 主的恩典够用 主的力量够我们用 这一份平安在我们心里面 是稳妥而且踏实的 最后当我们领受了神的平安 我们不能只是单单领受而已 我们还要成为传递平安的那个人 基督徒见面打招呼 很喜欢用平安当作问候语 我们不能只是嘴巴上说平安 心里面求平安 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一个 传递平安的人 我们要把这个神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祝福 传递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朋友 特别是在现在疫情 让人这么紧张焦虑的时候 我们要成为神国的代言人 把这一份礼物 这一份平安分享出去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将平安留下来 我们知道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你的恩典够用 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平安的使者 将这一份美好的祝福 传递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可以一起同享这一份 从主而来的平静安稳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上帝祝福大家